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月10號 凌晨3點20分 那這個呢 我剛剛就是發了一個 就是 怎麼講呢 就是 建議遠征新的兌換 是這個官方道歉的兌換 那原先呢 我是說這個 把人的審命 我們的化修 想說就是湊個熱鬧 連個假 那後來呢 我就是仔細稍微 看了一下 這個相關玩家的這個整理 發現說 哇這個事情大條了 那不只是說 這個 這個臭熱鬧的 應該說全部的建議遠征玩家都有受到一些 嘲諷 那我覺得啊 我覺得遊戲是這個樣子 基本上呢 其實在 在遊戲呢 應該算是說 個人經驗啦 雖然說 我也算是 一點點的遊戲人 因為我出社會我是遊戲企劃 但是是企劃 那這一次呢 發生的問題是 我覺得算是行銷 或是 應該算是行銷企劃面喔 那這次的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 喔唷 對面有 對面有女騎士喔 那我要趕快把這女騎士搶走 好我覺得這一次最嚴重的問題是 你讓玩家受到嘲諷 因為我覺得 很多問題呢 你用補償都可以解決 也不論是 Bug發生 不論是遊戲機制的不公平 不論是 任何 的狀況 補償夠多 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大不了回溯 回溯再補償 那發生一些這個 什麼洗錢啊 或是說 怎樣的那個狀況 你大不了你就回溯 回溯之後呢 這個就是 重新再來 那也不會有 太大的這個 這個狀況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說 現在的問題是說 怎麼講呢 就是直播接馬發生的狀況 然後直播下方的 這些 直播主的算是粉絲 然後去嘲諷劍於遠征的玩家 這個就很嚴重 那基本上呢 不論是Overload的這個連動 然後這個 Persona 5 或是說之前的那個 四魂系列 菊佑金啊 那些的 其實呢 我們都知道 我們可以看很多廣告 有一些網紅 或是直播主 像 有電玩直播主 其實我也是常看 一些 一些很紅的這個電玩直播主 看他們玩遊戲就覺得 我沒有時間玩 但是就是邊看 看一下就覺得 原來這款遊戲是這樣子 那我大概就知道說 好吧 雖然說我沒有時間玩 但是 看人家玩就覺得 好像 好像我也有玩了 然後確實人家也 也玩得很有趣 那當然你會看到 這些 這些網紅 或是直播主 他們去 接一些 其他遊戲的 其他遊戲的廣告 可能就是 30分鐘 或是 或是 一個小時之類的 那 你可以知道是說 其實就是 他們並沒有玩那款遊戲 但是呢 你也不會覺得是說 這樣子 他們沒玩這款遊戲 然後 再介紹這款遊戲 的玩法 你會覺得是說 你的廣告 看你的廣告 看你的廣告 可是 可是呢 就是 擺明就知道說 你不會再繼續玩這款遊戲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廣告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也不會覺得是說 你找一個 不是玩劍與遠征的 的玩家 然後來 運氣那麼好 可以讓我 合到一個 這個 8分的 就是說你找一個不是玩劍與遠征的玩家 的人來 來做一些宣傳 我們都覺得這個是 算是說你要去 想要去吸收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 一些族群的玩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合情合理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問題就是出在 稍等一下 稍微講一下 奈拉是我覺得很強 很好用的角色 然後 女妖也是 啪啪熊當然也是 好講完了 那我覺得就是說這個 找沒有在玩這款遊戲的人 去做廣告或是代言 都是很合理的 因為在這個行銷面來說 我們總是要拓展一下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那個族群 所以說這個是很合理的 可是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小問題就是 在 在直播的時候 這個 怎麼講 抽獎的時候 發生了不公平 那這個也算是 還能夠忍受 但是更不能忍受的就是 對方那邊 這個底下開 開開嘲諷了 那就變得是說 全部的建議員這玩家都變成潘娜 那我覺得這個就超嚴重 我覺得我現在 算是 怎麼講呢 遊戲也玩了很多 然後 大大小小有的沒有的狀況 也都算看過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是相當 相當嚴重 因為這個很嚴重的傷到 玩家的心 那 這個 包含是我自己 如果說 被人家這樣嘲諷 我也很不爽 重點是我們還沒有辦法說什麼 這個就是真的是 這個就真的是 蠻嚴重的事情 所以說 後續我覺得值得觀看 這個禮包這麼大 想必其來有因 因為這個禮包真的是非常大 相信大家領到也是覺得 哇塞 10抽 占星抽 然後又8888 什麼的 這個禮包真的是非常的重量級 那重量級的禮包也代表說 這一次的問題也是重量級的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可以 值得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之後發生的狀況是如何 因為我覺得就是 如果說這一次問題能夠 由這個 危機變成轉機的話 那也算是了不起 但是 如果說沒有的話 我覺得不論官方之後 做出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那個 活動還是什麼的 這件事情都會被不斷的拿來提 尤其是這個小丑的這個梗圖 難怪我想說奇怪怎麼 後來就到處看到小丑 然後也看到有些人的頭像 都變成這個小丑 原來是這件事情 那我這件事情真的蠻嚴重的 那我覺得就是 啊我忘記去搶他的耐拉 完了完了 耐拉很強 剛剛才說耐拉很強 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 像大佬啊 儲值課金啊 其實其實真正 真正的遊戲的收入是 是靠大佬 對方拿到雙號角 然後又有這個 八星的耐拉 我覺得我真是糗了 那我覺得啊 就是 怎麼講呢 選個拍拍熊 我覺得就是 真正你遊戲會賺錢 就是靠這些課金的大佬 其實我自己在經營 一些 應該說工作上面 其實這個 小課玩家 其實主要就是 炒熱度 那真正 遊戲最大的收入 還是來 來 來自於這些課金的大佬 那這一次發生的狀況啊 我覺得會讓很多 課金的大佬 不會鬆 因為課金的大佬 重要的是一個 爽度 不要說他們是要 要萬人崇拜啦 但是至少就是 我課就是 就是圖了一個爽度 我覺得 這件事情呢 傷到玩家的心 就是 不論是大課啊 小課啊 一口氣 這個地圖炮 全部掃到 所以我覺得算是 這樣子能夠 全部地圖炮掃到 我覺得算是也是很了不起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蠻嚴重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來關注看一下 然後也看看說這個之後遊戲公司怎麼樣的做法 那我覺得這也是 糟糕了 這個是雙號角還合上去 我覺得這個可以作為一個 一個警惕 一個借鏡 因為這個 真的是 真的是要看一下說 之後官方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能不能夠 就是 做出一個 讓官方 讓玩家稍微 稍微能夠滿意的 滿意的這個 的這個處理方式 那至少呢 就是 在未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 也不是說未來啦 就是說至少我們可以 可是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情會 會不斷的被 拿出來 然後那個小丑的圖片 也會不斷的被 拿出來洗 我覺得真的是 真的是 怎麼講呢 當然官方也有錯 但是你看喔 最近是那個什麼 什麼 未來展望嘛 然後很多活動 新的活動 這樣推出 然後 有的沒有的 結果呢 在推出這麼多活動的 這個狀況底下 跑出了這個東西 你看 你看這個多嚴重 不論是 我們在工作 還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 現在推出很多東西呀 然後 又有一些直播啊 然後 然後什麼官方 推出的東西 然後你看 策劃面對面好像 好像昨天吧 昨天我 我才錄這個策劃面對面喔 這個 官方在跟大家講說 這個 這個算是 哇 開場就拿到這個 七星的 七星的光光 加你厚 我也有一個七星的 可是我是七星的 我是七星的洛桑 對啊 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劍遠征官方 我也沒有要洗白官方啦 我說這件事情是很嚴重 但是就是說 其實 看這個策劃面對面的 未來展望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官方是有在認真的去 去做 做一些 規劃 規劃 然後推出這些遊戲 那我也有玩很多款遊戲啊 不要拿其他遊戲來比啊 就是 更新速度都沒有劍遠征來得快 那 大家也可以知道說 一些新的機制 就算大家很購弊的消消樂 那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 嘗試的創新嘛 所以說呢 我覺得官方是有 劍遠征算是 還蠻特別的遊戲 我覺得 他 其實我很多遊戲 算是要花很多時間喔 那當事件也是真的不花什麼時間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能夠保持一些熱度 跟一些有趣性 所以我覺得官方是有在用心的 但是你看 這麼多的用心 這麼多的 有的沒有的 的那個狀況 然後被 一口氣 直接 這件事情 完全就把前面的 你看到那些 好的東西 全部都 都抹煞掉 那當然 然後 當然 就是說 怎麼講呢 就是 反正就是說 你不論是在 在這個生活上 或是其他的 也有可能會 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你可能就是做 100件好事 但是呢 結果 因為一件錯事 把前面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 好事 全部都 都給 都給翻掉了 這種事情在工作上 也是蠻常發生的 你可能在這個 在工作上 其實都 都做得很認真 然後處理也都很 很得當 也很不錯 結果呢 就是發生了一件事情 然後就被 就被人家 一直拿來提 就是 你之前曾經發生過這件事情 不拉不拉的 那就真的很糗 所以說 我覺得現在 這一次狀況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盧米斯瓦 邊聊 應該邊注意說 這個對方拿到什麼牌 耀光亡靈 耀光亡靈 我看一下 守護號角 耀光亡靈 我 我看我拿一下 我看我拿一下守護號角好了 喔對 有這個要拿 對面有守護號角 欸 對對對 不然他拿到這個守護號角的話 他就合成了 耀光亡靈 這個被對方拿了 有沒有 振奮號角 振奮號角 振奮號角還是 女妖號角 這個是受到傷害下降 這個是造成傷害 好像 我要選哪一個 女妖上升 女妖上升好了 因為我還有這個東西 我還有龍耀指環 大於7的嘛 對不對 那我有3個7 好像也還不錯 對 雖然說對方有一個這個下降 所以說我覺得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後續的發展 是 是如何 然後有沒有辦法 立立式挽回 玩家的心情 那這個 反正 我都已經到40歲 什麼狀況都 都大概看過 所以說心情的波動 不會那麼大 但是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 我好像沒有看過 類似這樣的狀況 這可能 我覺得玩的遊戲 也算多 但是我平常比較沒有 沒有關心 就是 這些事情 但是就是 這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很嚴重 也難怪說這個獎勵這麼大 因為這個就是 被對方的這個 不是對方的玩家 就是被對方的 被其他人嘲諷說 劍遠征的玩家都是潘娜 我覺得這個 就真的很難吞下去 所以狀況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就是 任何的BUG 狀況 其實都好處理 但是被當潘娜這件事情 就 就非常的嚴重 我覺得不論是 有沒有客戦的玩家 大家看聽到都是沒送 無客的玩家也沒送 客戦的玩家更沒送 所以說 嚴重性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也不知道我理解對不對 那就是 反正禮包那麼大 這個其來有志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詳細的狀況 那我也是說 看看大家整理 跟那個傳訊給我的那個狀況 說 其實 其實這件事情的發生 啊 又來了 我忘記 我忘記去 去搶那個 對方的那個小羊 就是 就是說 這個 其實 其實 對 我們的玩家 也是有一些影響 不是說 這個就是 看看 那邊在喊燒 我們就看看熱鬧 原來是 對方的那個 怎麼講 那邊的 開地圖炮 把所有建議員的玩家給掃了一遍 那就真的 那個真的是蠻嚴重的 而且重點是這還是 官方找的那個人 所以說 才會這麼 這麼的 引起 這個 大家的這個 公憤 所以說就 好吧 那就是看看說 後續應該要怎麼處理吧 不然真的是蠻可惜的 因為前面才說 這些什麼 什麼策劃面對面啊 有些活動啊 有的沒有的 然後現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大家 大概 大家 大概都對 這些東西 全部都已經 沒有在注意了 所以這件事情應該會 會燒好一陣子 耀光 跟 耀光跟亡靈 好 拿一下好了 耀光跟亡靈 稍微拿一下 雖然我是想要拿到綠意啦 守護號角 跟光弓 他拿光弓喔 那我要拿誰 薩菲亞嗎 薩菲亞我覺得 我覺得薩菲亞沒有 沒有很好用耶 薩菲亞守護號角 要拿薩菲亞嗎 薩菲亞你也拿不到 你拿牛牛嗎 我先拿守護號角好了 好 其實要玩這個 這個 無盡之意啊 真的蠻花時間的 因為像 像這個過年前我真的蠻忙的 現在已經三點半了 然後我還在工作 只是說看到這件事情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我 趕快上線來看一下 然後 所以說 所以說 再錄個影片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這麼忙 這個 無盡之意就沒有玩了 你看玩一場 要花多少時間 大概8分鐘吧 大概8分鐘要 可能快一點 5分鐘左右 5分鐘左右 那現在 我的分數才1300 贏一場大概是16分 贏個10場 160分 那 我離 咦 咦 這邊有個9 9分的 咦 不錯 最後一場 最後一個 還讓我拿到9分 好 那這是 怎麼講呢 打完一場5分鐘嗎 那你看 現在排行榜前面是1900分 我離1900分 大概是差了 我們就算500分好了 500分是大概 假設我每場都贏 然後一場獲得16分 好我要贏30場 30場 30場 對 咦 等一下 我們上說 16乘 16乘以這個 呃 對對對 我剛剛說一說 500分嗎 一場16分是30場 沒有錯 差不多30場 一場是5分鐘 是150分鐘 呃 那我要 連續贏30場 然後我要150分鐘 玩兩個小時 那也是蠻花時間的 而且 而且別人的那個分數 還會不斷的成長 我跟你講 滿血跟戰士 那我是不是要選戰士啊 開了大之後會提升 20%的攻擊力 呃好吧 那就選擇戰士吧 呃可是 或許應該要選 盧米蘇喔 盧米蘇是不是 有圖騰比較好用啊 好隨便喔 呃所以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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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熊熊蠻好用的 因為 因為這個啊 其實 很多這個角色 都是有被弱化過 有些技能沒有出來 所以變得是有一點是拼那個什麼 大家的那個什麼 攻擊力 防禦力 所以說你拿到那個高薪啊 獲得這個分數就會比較高 有沒有 呃像我現在是1418嘛 然後離這個第一名大大差了500分 所以說我現在我要認證玩 然後玩 如果說我現在超強的話 每場都贏 每場都贏 然後我要玩 我要玩兩三個小時 我真是太花時間 好那總而言之呢 我們就好好看一下這個 後續的發展吧 因為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真的是蠻嚴重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直接傷到玩家的心 所以這個 真的很嚴重 我們就期待 官方看要怎麼處理 能不能夠 不要說扳回一層 我覺得 關鍵時間點 關鍵時間點 決勝時間點 就在 農曆年前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相信這個過年的活動 希望可以把 把這個小丑的這個形象給 顛覆掉 說到小丑 乾脆全部人都送 莫塔斯好了 這樣也是不錯 因為現在莫塔斯已經變得是 必要的角色 反正只要 只要扭取夢境開發出來的角色 都會變成重要的角色 從那個 剛開始的索羅斯開始 欸 官方自嘲 自嘲說這個小丑事件呢 自己嘲諷自己 全部玩家送 莫塔斯 我覺得這樣也是不錯啊 對不對 就說什麼 什麼對不起對不起 反正他在那個 文章都說這個讓大家覺得小丑 那我們就直接送小丑 就是說官方會永遠記取這個教訓 對不對 我覺得自嘲也是一種 蠻不錯的這個解決問題的方式 蠻不錯的解決問題方式 對啦 可是重點是說 這個官方送小丑 大家都黑皮 小丑就真的不錯 莫塔斯送一隻惡魔就很有感 因為莫塔斯沒有送嘛 對不對 阿爾納有送 莫塔斯我記得沒有送 沒錯啦 莫塔斯沒送啦 不讓我的那個主號幹嘛在那邊抽 那個 莫塔斯嗎 就是因為他沒有送嘛 對不對 那現在牛群夢境又開發出來 像我這個單子的莫塔斯 然後借九紅末日 也可以打鑽石衣啊 對不對 那官方送個莫塔斯 不過分嘛 阿爾納都送了 對不對 這一次那個阿爾納的活動 所以送個莫塔斯 我覺得 我覺得OK吧 OK吧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小小的建議 但是我覺得 這個農曆年活動辦好一點 或許還有一些希望 所以 所以就這樣 給官方 不要說鼓勵啦 就是建議啦 也沒什麼好建議的啦 反正我們就是 在旁邊看嘛 然後 遊走遊戲這一行的 就是稍微看一下這個 後續的發展 然後這樣子的事情真的是 真的是還蠻糟糕的 然後你仔細看就知道 就可以知道說為什麼火會燒那麼大 為什麼說這個獎勵會 會這麼大 就是這個原因 說著說著我要拿什麼角色 我好像有四個亡靈 我們拿五個亡靈啊 滿雪綠玉 我 我去拿這個 這個將人 我去拿五個亡靈好不好 你看五個亡靈 五個亡靈 四個亡靈 攻防就加15% 那我就不用拿什麼 有的沒有的 號角 他有號角 他是什麼號角 糟糕糟糕 他拿到了兩個號角 我沒有辦法搶喔 那我直接拿五個亡靈 亡靈的話 我也有那個什麼 那怎麼辦呢 滿雪綠玉 他好像都是滿雪綠玉 不錯不錯喔 那這個我拿一下 稍微降低一下他的 糟糕大樹 八分的大樹 但是至少我有這個啦 他一定會上綠玉啦 我都沒有湊到 我都沒有湊到這個高分的 骨弓我一定要拿吧 他好像拿滿了 沒有他還有一次機會 還好還好 我至少骨弓拿到了 免得他來個九星的這個骨弓 他還有一個八分的魯米蘇 你看最後一張牌來一個魯米蘇 有點像是橋牌喔 他哪烏龜喔 OK好 我最多就是六星 還好我剛六星選了一些角色 我選了什麼東西啊 女神的家戶 要分散的陣營喔 可是 我這張白選了 我想說 我一開始排 還滿分散的 就拿一拿之後變成說 怎麼都是亡靈啊 好吧那我就上全亡靈吧 至少我上亡靈的話 還有30%的這個 20% 多少 20%的攻防加成 還有吸血喔 雖然說我這個是六分 但是 但是就全亡靈吧 就全魔亡靈吧 至少放上去之後 還有 還有 還有吸血跟這個攻防加成 好充啊 那 那 這個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種族的加成啊 這個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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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說 有沒有 綠翼克亡靈喔 好吧 那影片就到這邊吧 然後這個 謝謝大家觀看喔 然後我們再看後續會怎麼發展吧 好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